我总相信说现在20多岁的人甚至刚出生的 也许我们只要给他一点点哪怕是1%的机会 他们在几十年以后是会有更聪明的一些材质和更好的技术 比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拿出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让他们自己的这种文件变得更安全一些 更开心一点吧 不同时区不同生命体验相通的情感和语言 欢迎收听你那边几点 每期我们会邀请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华语来宾 谈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和故事 观察相似议题在不同土壤生长的模样 欢迎来到歪脑你那边几点的Podcast节目 我是歪脑的制作人Heidi 在当今这个世代大家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气候变迁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今天我们请到亚洲气候行动者的王小军老师 以及台湾气候网络台湾环境规划协会的赵家伟老师来跟我们来聊气候政策 那可以请两位来先介绍一下自己吗 OK 谢谢邀请 我这边是叫亚洲气候行动者 原名People of Asia for Climate Solutions 主要是在菲律宾的马里拉注册的 然后现在在中国的山西太原也有一个小队伍 所以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在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海外的这一部分 海外的这一部分就指着中国境外的这一部分 就是在目前来讲的话 气候变化对于在背景底下 然后每个国家也都有自己的能源转型的一个比较大的目标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中国作为最大的一个可再生能源的研发的国家 投资的国家和生产的国家 可以做出所大的一个贡献 这个是在中国境外的工作 在境内的话呢 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煤炭的生产地 山西省也是我自己的老家 山西省呢怎么样子可以 尽快地能够比较平稳地 安稳地去减少煤炭的一个使用 所以我们的工作组只要是进展上面 好我们再换赵家伟老师帮我们谈一下 哈喽小军好 还有主持人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赵家伟 我们的身份有点多元 但我先介绍一下台湾气候行动网络这样的一个组织 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的话 其实它是还蛮年轻的 它大概成立两年多左右 不过它是由五个台湾的本土环保团体 共同成立的一个联合倡议的一个平台 就等于说我们这五个台湾的环保团体 包含就是绿色公民行动联盟 地球公民基金会 主副联盟 精选保障基金会 以及是由我个人担任理事长的台湾环境规划协会 因为我们就发现到说气候变迁这个议题的话 单靠单一的组织作战其实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才这五个组织决定联合在一起 在针对气候跟能源方面的议题来讲的话 我们等于说是有共同讨论 然后有些共同方面的行动 所以我们目前这个组织来讲的话 我们是专注于是主要的四大议题 就包含就是气候法以及碳定价 就是我们台湾明年度开始的话 我们排碳就要付费 所以这边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然后第二个议题来讲的话 则是会谈到就是再生电源发展 台湾要有充足的再生电源发展 我们才有办法走上所谓的脱媒之路 才能够加速我们的减碳的进程 但是我们目前再生电源发展上面的话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 在地社区接受度的一些议题 而这部分我们到底有什么样好的制度 可以去克服这些阻碍 然后第三个来讲的话 其实台湾最关键的议题 就是有关于产业转型 因为台湾有一半以上的排放量 其实都是来自于 我们讲的石化业 钢铁业 甚至还有半导体产业 这几个都是我们主要的排摊大户 但问题是他们虽然都说 我们要进到企业公民的责任 要达到2050基0目标 但是他们实际上面投入的资源 然后他们短中期的规划是否足够 这个就是我们在投入监督的一个对象 然后最后一个面向来讲的话 我们只是针对地方气候行动 就是很多气候变迁议题 我们应该从地方政府去着手 然后才能够有一些针对在住宅 或者在交通上面 有一个比较加速的一些措施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是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关于地方行动的部分 所以整体上来讲的话 台湾气候行动网络 也是想作为一个台湾的 本地的气候倡议团体 跟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 一个节点 所以我们的网站上面的话 我们当然就是中英文都有 然后我们也很积极地去参与一些国际上面的一些气候会议 就像是前两个礼拜 我们才去纽约气候之后 在那边办了两场的论坛 去跟大家讨论说 那台湾这边关切的这个气候政策 也是国际上面共同关切的议题 所以这就是我们台湾气候行动网络 最重要的一个组织 我也蛮好奇 就是因为两位其实之前好像都有遇过嘛 那我想了解你们两岸的民间气候组织 就是平常合作或对话的机会多嘛 那会受到政治的影响 我们的名字呢 是叫亚洲气候行动者 那其实涵涵了亚洲的大部分的地区 或者是努力 在理想状态下能够把每一个受到气候变化冲击 这些影响的人都可以涵涵在里头 和气候变化这么大的一个危机来相比 其实呢不仅仅是说两岸的 NGO之间的互动都必须要更紧密一点 但是呢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是相当相当的欠缺 那就不仅仅是说两岸的NGO之间很少很少 整个亚洲地区都非常的少 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我们的工作当中呢 会有相当多的一部分的精力呢 放在促进这些各地NGO之间的 这样子一个交流方面 那我也特别的期待 能够和仅仅是我们现在 从中国和东南亚的南亚地区的NGO之间呢 有一些互动 如果能够和台湾这边的NGO呢 有更多的一些交流 也会特别的棒 因为呢台湾也是 跟我现在在的菲律宾一样的 属于气候变化冲击底下的 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了 所以其实是有很多的共通之处 刚才小军有特别提到说 菲律宾跟台湾一样 都是在一个气候脆弱带 但是我想说 其实近期来讲 这几天台湾的新闻上面 一直在讨论 菲律宾的再生能源发展 因为台湾这边来讲说 那怎么样 在菲律宾投资再生能源 然后建一个海底电缆 把再生能源送回来 然后就引起了很多的一些讨论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其实从这个角度里面 就可以看得到说 我们在谈的这个 不论是两岸 或是从整个亚洲的观点来讲的话 我们在有很多的气候议题上面 其实我们都不能够只是 单独的在自己国内里面进行 我们都必须要理解到说 在这个气候议题上面来讲的话 都有很多跨国的连结 这些连结有可能是资金的连结 也有可能是实质技术上面的连结 如果我们先谈一个比较被动 都比较不好 我们要去阻挡的一件事情来讲的话 就像是我们在谈这些 化石燃料的扩张来讲的话 其实有很多的议题 就是可能在东南亚那边的 很多的一些火力电厂 它的资金可能是来自于中国也好 或者是台湾这边的一些银行的投资 然后在这些投资的过程中 他们的技术可能是来自于 日本那边的企业 然后去运送这些天然气的货轮来讲的话 可能是来自于韩国的货轮 所以这个事情都是整个亚洲 都会是连结在一起 那当然说台湾跟就是两岸之间的 在气候议题上面的讨论来讲话 过去20年里面其实都有不同阶段的一些演变 其实在10年前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有一些比较多的一些交流 倒是在民间团体这边的话 也都有蛮多的一些邀请来互相参访 互相交流的经验 然后甚至是我们有一些 台湾这边的工作者来讲的话 也有去到为中国的一些INGO里面去学习 在一些议题上面的推进方式 但近期来讲的话 我们比较多都是可能在 从亚洲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之下 共同去讨论说 那到底可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 所以其实就像是我们近期 不论是在亚洲的一些气候会议的场合 或者是我们说在纽约气候之后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有遇到在对岸 在不同地方工作的气候的工作者 然后去讨论说 那到底在这边可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 那我们特别可以看到说 台湾这边我们更注重的事情 其实是说 那我们有很多台商 他们同时是在两岸的经营里面 他们可能会在 就像是我们有看到说 那我们现在近期 台湾接下来要推动所谓的碳费这样的制度 一年排碳就要开始付费 但是他们有时候就常常在讲 在台湾这边就会去埋怨说 我们这个收的太贵啊 会如何的 但是他们在对岸的时候 其实在他们目前的一些制度之下 他们也要去收取相关的一些费用 然后也要付出这样相关的排碳成本 所以过往他们都在讲说 哪里碳管理的成本比较高 碳管理制度比较严 然后就要去外移到其他地方去 但是我们是藉由说 那如果可以讨论到说 两岸在这边有些管制制度上面的 一些一体化的时候 我们其实反而可以让这些污染者 找不到任何的借口 而是必须要真正面对他们 应该要去改变他们的经营方式 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 这个更终极的一个解方 我觉得这边都是我们在谈 两岸的气候一体合作的时候 我们可以切入的一个角度 那就是因为碳关税就是会开始实行 那想了解就是中国的碳排放的交易体系 跟台湾的碳费的征收机制 大概是怎么样运作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观众 可能对这个比较没这么熟悉 所以想请教一下两位 可以简单的帮我们介绍一下 OK 这个东西其实相当的复杂了 我们大家也都在学习 简单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指的说某一件产品 在收权的过程当中 不仅仅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技巧方式 钢铁从它的这个原产地 从本价买进来 然后在加工的过程里头把设计的费用 加工的费用 运输的费用加进去 目前来讲的话 它这个碳关税的边境调节 其实指的就是说 在这个基础上需要把它对于环境 尤其是气候变化的影响 也是一个巨大的成本给它算进去 所以它最主要的目的是 能够更加如实的来反映这一件产品 它所带来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和成本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欧盟这个就是CVAM的一个设计的核心了 那这也就意味着说 无论这件产品它是在哪里生产 在欧盟以外的地区生产 只要进入到欧盟的市场 就必须得把它的气候或者是碳足迹 能够以价格的形式体现出来 那任何把欧盟作为主要的市场的这些国家生产国 都必须得密切地来关注这个话题了 好 那我们再请赵家伟老师说一下 好 那谢谢刚才小军你就解释了 这个欧盟碳关税的一个制度 其实欧盟碳关税的这个制度来讲的话 它基本上面的原则就是希望 让各个国家在生产过程中 都要履行所谓的排碳者付费 污染者负责这样的一个原则 那我们台湾这边采用的方式是什么呢 我们台湾的方式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针对大概就是281家的企业 他们是我们最主要的排碳能企业 接下来它在2025年1月1号开始 它排一顿碳 就可能要收到最高会达到300块台币 这样的一个经费 但这个300块台币 其实并没有到非常高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 欧盟目前的碳交易市场的价格来讲的话 其实都是有将近 毕竟大概是1800块台币 甚至2000块台币左右的一个水准 但我们这边讲说 那目前大家的讨论的状况是说 那台湾这边从明年度开始 要启动这样的一个制度 那这个300块就会变成是一个 我们讲说所谓的起征费率 但是你如果这281家企业 如果你有承诺说 好那我又有些积极的一个检查目标的话 这时候你就可能可以拿到一些折扣 你就可能只要缴 大概100块或者缴50块就可以 甚至是说那你有些是钢铁业啊 水泥业啊或者是石花业 因为我们就发现到说 他们的一些其他生产钢铁 跟剩下水泥的国家 他们目前在他们国家里面 而这些产业他们的碳成本 并没有那么高 所以目前我们又给这些 所谓的水泥业钢铁业 直化业又有给他们一个 打八折的一个折扣 所以对他们来讲话 可能他们的一吨碳要负担成本 大概可能就是大概是20块 左右的一个水准 但不论是怎么样 就是台湾接下来开始 就会启动这个所谓的 就这些大的排碳源 你只要排一吨的碳 你就要付出相对应的成本 这边就是我们台湾的 接下来要启动的这个碳费制度 但要提醒大家的事情 就是我们在台湾这边 我们常常看到 有很多的像卖房子的业者 开始在讲说 我们因为水泥要缴碳费 钢铁要缴碳费 所以我们房价要涨10%以上 那我要告诉各位听众朋友说 这个完全是一个错误讯息 这个完全是一个 违言耸听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们就分析到说 不论是钢铁跟石化 他们在目前这个费率水准之上 他们对营界成本的影响 其实都是非常微小 甚至是在未来15年里面 他对这个营界成本的影响 大概都不会超过1%以上 所以这时候 任何说要以这个 我们营界成本大涨 然后要涨房价的一个消息来讲的话 都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消息 错误的一个理解 所以在这边跟听众朋友 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讯息 非常谢谢赵家伟老师的分享 那也想请教一下王小军老师 就是那目前中国 他探关税这件事情 他是有什么系统 或者是措施来应对吗 对对于中国的产品来讲 他其实可能目前比较关注 密切的行业是钢铁的行业 因为还是有不少的钢铁的 甚至就是钢铁的下游的产品 比如说像汽车 也当然了包括了有一部分的 可再生农员的一些装备 像风车或者是说光服的一些装备 它的原料本身就是钢铁 那钢铁又是属于它的重工业 是在中国的能源以外的第二大的排放源 所以从进入欧盟的产品的角度来讲 可能钢铁行业是关注西班最密切的一个行业 但是从目前来讲 也并没有特别多的一些具体的应对的措施 因为在短期内从现在来看 它即便是说在欧盟有很大的出口 但是数量也还不足以和中国国内 自己本身的消费量来比 那这个对于行业来讲的话 它的这种焦虑或者是紧张还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还是很期待能够有更多的 在欧盟和中国这两边的 无论是在行业的层面 还是说在这个中策制定者的层面 还是说在这个NGO的这个层面 能够有更多的这种讨论 这个呢其实也是跟你刚才讲的 或者是问的这个 说大家的这种NGO之间的互动多不多 那即便是多也是肯定是不够多的 那放在这个西班的话题上来讲 这种互动和讨论也不够多 放在实际的整个全球的钢铁行业 或者水泥行业 或者是这个电动汽车行业 对吧 它的所有的这些 他们的碳足迹到底如何来计算 这些方面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统一的标志 这些呢都还没有答案 所以呢是需要有更多的人呢 坐在一起一块来商量一下 讨论讨论 接下来想要请教两位比较关于是政策的部分 因为台湾前几年就已经有推动气候变迁的因应法 然后就是要实施2050禁令嘛 那中国也有提出过2060碳中和的目标追求 所以想要请教两位就是目前两个政府制定的政策 有哪些方向 那目标有可能达成吗 从你们的观察上 政策面有没有什么问题 这样子 好的那我先来谈一下台湾这边的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台湾虽然不是原有国的会员国 但是我们还是在我们的法里面 我们订定了这个2050禁令排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然后我们也在2022年的时候 我们宣布了这个2050禁令入境图 然后目前来讲的话是 每年大概编了一个1000亿左右的一个预算 去投入到推动这个禁令转型有关的一些项目 而这些项目里面有些目标就包含是说 像是我们希望在2030年的时候 我们大概每卖10台车里面 大概会有3台以上都会是电动车啊 这样的一个目标 然后到2040年的时候 我们卖的所有车里面 汽车跟机车里面全部都要是电动车 那我们也在这个政策目标里面 也有定出来就是在2030年的时候 那时候要盖的新的公有建筑 他们都必须要达到所谓的能源效率一级 就是他目前 每单位面积的用的耗电量 必须要是现在的一半以上 然后再来他们就是设置再生能源 所以就可以达到所谓的 这个新的建筑 不会再让这个整个世界增加 任何一顿碳这样的一个目标 但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话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不论是电动车 或者是说我们这些建筑 你要他是一个零排放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电力来源 必须要来自于所谓的 我们讲说零排碳的能源 那我们台湾这边 官方的目标来讲的话 是设定出来是在2030年的时候 我们大概会有三层的电力 是来自于再生能源 然后2050年的时候 大概要有七层左右的电力 是来自于再生能源 那其他的剩下三层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要来自所谓的 我们的一些天然气电厂 再搭配上碳捕桌的一个措施 以及是要从澳洲 我们现在从澳洲进口的是很多的 天然气很多的煤 那我们接下来想要在澳洲外面进口一个 我们叫做氢能 澳洲外面用再生能源治好的氢能 我们把运送回来之后 在台湾这边去燃烧发电 这边来讲的话 是目前政府做的一些规划 但这个规划里面 其实就有存在蛮多的问题 我这边就简单提两大问题好了 就第一个问题 其实就是台湾来讲 我们的排碳量 如果我们把用电延伸的排放 它一起纳入考量的话 我们的工业其实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对象 就是刚才小军有提到的钢铁业也好 台湾这边的石化业 还有我们的半导体产业 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对象 那我们就发现到说 目前政府的政策里面 对于这几个行业别到底该怎么做 他的政策的力道其实比较不足的 就像是我们现在提到 虽然我们明年度开始要磕碳费 但这些碳费来讲的话 目前的这个价格是不足以让 钢铁业去淘汰掉 他们目前有的以燃煤为主的制程 而改采用所谓的以氢能为主的 这种地碳的制程 我们有估算过 应该要到一顿排碳那样费用 我们刻到台币3000块的时候 才有可能让钢铁业做这样的一个转换 所以目前我们的只靠这个碳费来讲话 其实是比较不足的 但是我们政府就没有再拿出 其他的工具去支持这样的工业转型 所以这一块是我们在 我们团体工作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要督促 不管是政府或者企业 都要好好去面对到你们的承诺 然后要把到底2035年的时候 你们到底要做哪些事情 要讲得非常清楚 而且你的具体的投资规划 必须要提出来 然后另外一点来讲的话 当然还是在于所谓的 再生能源这样的一个目标 够不够积极 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些想法 因为官方虽然目标是说 再生能源要占到7成左右 但是其他三成要大幅度仰赖 这个不论是天然气 加上CCS或者是进口氢能 来去燃烧 这些其实都有很多的副作用 包含就是所谓的探捕桌的技术 目前的成本是很高 然后甚至它还没有大规模的商业化 到底未来能不能成功性 在这边都还是未定之数 所以其实在我们民间团体的 自己的分析来讲话 我们目标其实是要让 我们再生能源占比 不是只占7成而已 其实目标是要占到9成左右 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势胀的目标 所以如果要达到一个目标的话 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 目前当前来讲 我们最主要就是要靠太阳光电 跟离岸锋利 那这两个的发展上面 虽然台湾已经开始在推动了 然后在过去几年也有一些成长 但是离我们的目标来讲话 还有一段距离 那这段距离来讲的时候 很重要一件事情在 太阳光电来讲话 我们一定要让所谓的新的建物 他们都必须要科与 设置太阳光电板这样的一个义务 然后另外一部分则是要 在所谓的地面型的这些光电来讲话 我们要去推动所谓的 可以农电共生 就是你可以去种植作物 同时在上面也可以设置太阳能板 这样可以共同协调 共融的一个推动方式 这样的话我们才有机会 让我们的太阳光电的推动目标 可以不只是达到官方目标 更可以往我们民间团体 所朝向的一个要让在这边 占比达到90%以上的目标 去做前进 所以这边来讲话 就是我们目前观察到 台湾的那个禁令政策上面 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在中国的话 他讲的不仅仅是说 2060年的时候会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还有一个更加迫切的 就在眼前的是 2030年的碳打风的目标 那这两个呢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可以讲说 碳打风在2030年之前 更早一点的去实现 那么从这个碳打风 到碳中和之间的时间呢 就可以更加的充裕一些 实现碳中和的步骤 或者是步调的也可以更加的从容一点 那这一点呢 恰恰就是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地方 是在于说 从过去的几年里头呢 虽然中国的可再生能源的装机量 发电的装机量呢 是不断的在上升 而且是不断的在破纪录 甚至呢 有一些目标呢 是提早的就完成了 但是呢 这个装机容量呢 并没有能够同样的高效的 反映到它的这个消费终端去 可但是蒙人的消费比例呢 其实也还在14% 15%左右 并不是很高 那这个是一方面 同时呢 它也就导致了说 煤炭的消耗量 也就是用于发电的煤炭的消耗量呢 在过去几年里头 还是在不断的去上升 那这就意味着说 如果碳达风 是不是可以更加的提前去完成 或者去发生 第二的话呢 这个碳达风的风值会有多高 因为呢 它如果是在2030年这一年 以一个很高的这种绝对数值发生的话 那就对于接下来 2030到2060年之间的碳减排的工作 就会带来特别大的一个挑战 那这些挑战 我并不怀疑说 2030年碳达风 或者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 会不会实现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按照中国以往的去兑现这个国际沉默方面的一些历史的表现来看的话 其实这一点不需要特别大的担忧 但是更大的一个担忧呢 是在于说它的这个风值会有多高 然后呢 从2030年到2060年之间的这些努力呢 会有多么的艰难 因为呢 这种艰难其实它最终呢 还是会体现在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的影响方面 那从我自己来讲的话 作为一个来自山西的人 我们就在讲说 其实对于山西 如果说中国要实现2030和2060年的目标 那首先山西省作为一个最大的煤炭生产基地和供应基地来讲的话 中国已经确定了说 OK在2026年之后会开始降低煤炭的需求和消耗 那这也就意味着说会降低对于山西省的煤炭的开采料或者是需求 那每一点点的这个煤炭的需求的下降 其实就意味着说会有一个家庭或者是十个家庭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煤炭工人 他们的这个生计呢是需要去考虑到 所以呢 从中国的2030和2060的这个目标的实现方面来讲 我现在感觉其实呢 可能更大的问题呢是在于说 第一 可不可以能够在2030和2060之间的流出来更多的一些余地 去让大家呢平稳的来过渡 然后呢一起来实现这样子一个目标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是不是可以能够更好的把目前的已经有的一些技术 和已经有的这个可再生猛源的装机呢 翻译成为说实际的减排的一些表现 所以呢 对于说这个2060年的碳中和 我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当然了 如果就像家伟刚才呢也在讲说 有一些解决方案呢 其实不见得目前已经是从技术的层面 或者是从这个资金运作的方面呢 可以是非常的成熟 可以呢直接拿来去用 但是呢我们就设想一下 如果说2030年的这个峰值非常的高 而且呢也一直非要等到2030年再去实现 那就有可能在2030到2060之间的这30年里头 许许多多这些呢 从没有真正的得到的市场的考验 或者是这种环境的这些实验的这样子一些技术呢 会去上码 然后呢到最后呢使得碳中和的这种实现 变得更具有它可能是潜在的一些风险吧 好非常敬佩就是两位在做的这些倡议 然后我突然刚刚有想到一个问题 是想说想问一下两位 就是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 就是自己要去从事气候倡议的这个工作 我想请问一下两位 就是赵家伟老师好了 OK我原本想说小军应该是前辈 好那如果是如果现在要讲话 我应该讲说我是大概20052006年的时候 开始参与这个气候变迁议题 精确来讲话可能是可以讲说是2005吧 因为我人生的第一个 看载在报纸上面的投书 就是在2005年那时候是京都一定书 生效的那个年份的时候 然后我就写了一篇投书在场 想说那台湾怎么样去 面对这个新的国际气候议题的讨论 但是我自己本身参与气候运动的机缘是 我当时在读硕士专业就是环境工程 但是我们在环境工程来讲的话 还是比较多其实都是在跟一些企业部门去做合作 但是我也觉得我们要去实现这个环境的目标来讲话 跟环保倡议团体里面 他们的愿景才是真的是引领台湾未来改变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从硕士班的时候就开始参与环境运动 然后2005开始有看到这个气候议题的时候 当时台湾也开始在讨论说 那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相关的法规 然后是不是要参考欧盟去推动 所谓的碳交易制度 去达到排碳有价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但当时大部分的团体们 对于这样的一个制度 其实都很陌生 所以就说 那家伟 你能不能帮忙开始去研究一下这样的制度 所以我就开始参与了 去分析这些各国的一些气候政策的一些动态 然后讲气候 你当然就会一路会提到能源嘛 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来讲的话 就会去谈整个整体的气候政策 然后以及是整体的国际的能源转型趋势 这些分析就是一路参与其中 那但在这个过程中 我曾经在2014到2017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跟政府有密切合作的一个研究智库工作 我们在工业技术研究院 所以那时候当时来讲的话 是在思考说地方政府里面怎么样去推动节能啊 然后也是我们在整体的能源政策上面 在整个体制里面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些改变的契机 但是在2017之后的话 我就是还是一样到从学界 然后或者是现在算是自己在运作这个独立智库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可以有比较多的一些公共论述的空间去讨论这个气候政策的推动 所以这边大概就是我在参与这个气候变迁议题的一个历程 真的是非常不简单 那因为我有在网路上看过王小军老师的演讲影片 因为王小军老师本身是出生三西嘛 那也想请王小军老师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这个历程 OK 不敢说前辈可能年龄大一些 但是呢在做气候变化方面 家卫的经验要比我要更丰富一些 我可能知道的比较多的是一些感性方面的东西 因为呢像哈迪刚才讲我自己呢就是山西人 从小到大呢跟煤炭的距离非常非常的近 会在冬天的时候呢自己去挑煤对吧 要把这个煤炭的用担子挑到家里头 然后呢来取暖 这个呢是我们小时候呢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我对于煤炭呢 小的时候也就是20多岁之前吧 一直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东西 虽然呢确实我们在冬天呢也会感受到这个污染 但是觉得这个污染呢就是你要取暖 它必须带来的一部分的这种成本 这个呢是我在以前对于煤炭的一个态度 这个转变呢其实是在2000年的前后 2000年的时候呢我在做一个帮助世界银行呢 在做一个扶贫的项目就在我们自己的老家 然后呢会去到很多的这种偏远的山区 山村里头去走访那些最贫困的一些家庭 这些地方呢其实离我从小到大生长的地方 不过也就是六七十公里的样子 如果是放在现在的话其实很快就可以到 但是呢在我们以前在2000年 虽然只有20多年前 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山西的这些山区呢 就是很难很难去到达 要开车而且是要开这种越野车 要很久 然后呢要从这种河谷里头呢开进去 然后呢还要再开始爬山爬进去 那次的机会呢让我就接触到了 我自己从来没有都想象过的一种贫困 在2000年的时候呢 其实也正好呢是在山西或者是我们旅梁地区呢 开始煤炭也就是在90年代的时候 煤炭呢是变得相当蓬勃发展的一个产业 有很多的煤炭呢会出口到美国去 然后呢有很多煤炭呢会运到广东 福建江苏对吧这样子一些地方呢去支持他们的经济发展 所以呢山西那会儿也出现了很多的没老板 那我找的地方呢也开始有很多的这种比较高级一点的宾馆建起来 但是呢离这些宾馆的就是六七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呢 就是极端的贫困 有的时候呢一家我看到说四口 父母两个人 然后呢还有姐姐弟弟 一共这四口人呢他们就住在山里头 每年的最重要的农作物就是土豆 再没有其他的作物 他们需要想吃面粉 或者想吃蔬菜 就需要等 等那么几个月 然后呢有其他的人呢来到他们村里头 带着这个面粉 带着这个蔬菜 然后呢去做这种交换 而且都不是现金的买卖 而是一物一物 这样的一种交换 他们家里头呢就只有一条非常像样的裤子 就是如果要去其他的村里头 或者是亲戚朋友 有些什么样子的重大的活动 需要去出席的时候 一家人呢也只能有一个人去 因为呢其他人的衣服呢是没有办法去上到这种台面的 所以呢从那个时候我忽然间会意识到说 这种极大的反差 其实是不公平的 是有很多的原因的 就是他这个煤炭呢是被垄断起来 所谓的带来的这些残缝呢 并没有能够让更多的人呢去享受到 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说有这样子一些 就在六七十公里以外的高楼大厦呢 再慢慢的建立起来 虽然呢这些高楼大厦呢也是都建在了这种特别严重的空气污染的这个环境里头 那这个呢是开始让我去希望能够做一些改变 所以呢我那会就离开陕西 然后呢去美国 从美国回来以后呢 回到北京 然后呢做记者 在05年的时候呢 进到绿色和平这样子一个国际机构里头去做 做这个机构的时候就会学习到非常多的一些知识 包括了说煤炭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 像我在进入绿色和平之前呢 其实也根本就没有听说过气候变化这四个字 也没有听说过说煤炭燃烧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 那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忽然意识到说啊 那我小时候以为说遇不可少的煤炭 我们取暖药用的煤炭 它的这些污染完全都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呢我们有更多的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 是已经有的 更何况呢带来的这种更大的全球性的后果呢 是比我所看到的这种贫困的更加的不公平 那这个不公平呢 就是说现代的人和未来几代人之间的一些不公平 那我比较大的转变 其实都发生在2000年到2005这个时间 然后呢到2009年的时候 去参加根本哈根的这个气候变化的谈判大会 就会忽然间觉得说 那中国在整个国际的气候变化里头 它所需要重担的一些责任和义务 到底是什么 去把这种目光的可以放到更大的一个全球的去看 所以呢就一直做到了现在 这个其实也是为什么 我在2016年的时候呢 想要去离开这色情 然后自己去做一些事情的一个原因 因为呢 在之前我所接触到的话题和人呢 都会是相当的沉重的一些话题和比较悲惨的一些故事 对于我个人来讲 或者是对于我当时接触到的媒体和中国的一些普通老百姓来讲 这种沉重它有它的意义和作用 但是呢 一味的沉重或者是这些苦难呢 没有办法让大家能够参与到里头 然后一起去寻求一些解决方案 然后一起来推动这个更有希望的一个未来能够尽到的来发生吧 所以呢 当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机构的名字呢 叫必须得有一个是people 另外一个关键词呢是叫solution 否则的话呢 会把自己都做得很惨 我觉得这样子我不太愿意 我的心态是这个样子的 两位一个是说从学界 从自己的所学 然后去投身倡议 一位是从自己对家乡跟家乡的爱 这都让我就是非常的感动 也想问问两位就是在做倡议的途中 遇到比较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就是像赵家伟老师的话 因为台湾他目前他不是UNFCCC的成员 所以也没有办法参加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所以这个是最困难的部分吗 或者是王小军老师在异地创立这样的组织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可以跟我们分享 对想请教两位 在这个困难方面的话 的确台湾没有办法参与这些国际组织 对于在环境议题上面 其实从我们自己的观察来讲的话 是有蛮多的影响的 像我自己而言的话 我小时候都来想说 我未来然后博士学位之后 我想要去这些所谓的什么 联合国环境规划总组 这种比较大的国际机构 然后做的不是只是台湾的环境议题 而是做一个全球环境议题 然后甚至是在以前博士班 去参加一些国际上面的营队 然后讲师说 我们其实这边有什么世界银行的一些 intern机会 但是我还跑去问说 这个来讲的话 台湾就比较没有办法参与其中 那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 稍微这样的一个落差来讲的话 就会变成说 我们在有些资讯上面的衔接 就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完整 就是有关于一些 尤其是在联合国体系里面 除了要求到的一些 比较软性的一些要求 比如是我们要看这些能源技术的发展 然后能源技术的这种跨国合作 有哪些的一些评估的要项 评估的准则 这样的知识来讲的话 因为它方面比较缺乏一些商机的支撑 所以这一块台湾这边 相关单位的重视程度就比较 没那么高 那像是刚才小军也特别提到了 这些公正转型方面的议题来讲话 那其实是就是说 那我们在谈这个 我们去淘汰这些化石燃料过程中 可能会有的 对就业方面所产生出来的冲突 其实在国际上面 你可能在2017、18左右的时候 就开始有这些的讨论了 那我们台湾其实是在 可能到2020年 那个时候就因为我们有些要 推动这些电动车 然后开始有一些人用车的车行 修车师傅 发现到说 他们可能因为这种大幅度电动车的推动 然后可能对他们来讲会有些影响 然后出来去反对 然后在媒体声调上面有很多的一些报导 去在谈说 这电动车不一定是好的 可能会有些负面的社会冲击 然后这样就影响了整个电动车推动政策 就是代表说 我们因为跟国际上面的连结 不够紧密的时候 我们对于一些 在其他国际经验里面 我们的理解就会有稍微有些落差 这是我认为存在的一个部分 当然来讲话 我觉得相较于其他国家里面 我们认为说 在这个气候议题抗议上面来讲 台湾这边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其实的确是在于 就这个气候议题来讲话 它有许多的一些专业知识 但是我们这些在民间的这些专业知识 专业研究量能上面来讲话 还是是比较少一点 所以因此就有很多的知识跟资讯 其实都是在官方的一些研究智库上面 然后但是官方研究智库上面的话 用自己也带过一些单位 有时候也会因为 他们的在政策上面的一些考量 就选择这些资讯上面的隐蔽 所以就会变成是我们在很多决策上面的时候 就不够科学为基础 然后不是真的去看说 那我们要谈到这个2050 今年目标上面 我们所需要达成的各个阶段 那问题是我们如果要 真的是建立这样的一个知识量 能在民间来讲的话 我们就需要足够的经费去 真的是要让一些民间团体 我们能够真的能够聘请 让博士毕业的人愿意在这个领域工作 而这一块讲话其实到 这几年的时候 台湾的民间团体才有比较 要有这样的机会跟条件在一些国际资金 能支持之下 达到这样的目标 我认为说这个也是我们另外一个面向的挑战 但我也必须要讲说 比较乐观的事情就是说 在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其实在这个气候议题上面 台湾的民众对气候议题的认识程度 其实算是高的 就大家不会怀疑气候变迁这件事情 但大家对于因为这个气候变迁 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来讲话 中间的理解来讲话 会有一些鸿沟 就是说我们虽然认知到说 气候变迁对我的生活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但是你如果要支持政府在2040年的时候 禁止贩售燃油机车 但是有大部分的民众 又不见得是那么支持这样的一个政策 所以这中间的一个连结来讲话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努力的一件事情 所以玩好初想的话 我们讲说至少我们再讲这个气候变迁议题 这个近年议题来讲话 相较于5年之前 我们现在几乎在政治场域上面 在媒体场域上面 都已经变成是一个主流化的议题 像关键就是说 我们有机会讲话 有机会去 承受我们的意见的时候 怎么样能够更精准的去提出我们的看法 去影响整个政策的一个推动 所以这边是我目前观察到的一个趋势 非常谢谢赵家伟老师的分享 那我们再来请王小军老师分享 谢谢他 我甚至嘉伯刚才讲的乐观的这两个字往下降 我觉得可能最大的挑战就在于说 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让现在受到气候变化冲击最为严重 最直接的这一部分人 这么大的一个人群能够对于他们的未来保持乐观的态度 我觉得就是悲观的现实和乐观的未来之间的这个差距 是我自己会每天都在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需要首先来说服我自己 然后呢再去说服我周边的人 然后呢去把我们的故事呢讲好讲出去 我们现在在做的其中的一个项目呢是 每年呢会有十几位菲律宾的学生 高中的毕业生呢和他们一起呢 去到中国甘肃省西北地区的甘肃省的九泉市 然后呢在这儿呢去学习这个可再生能源的专业 在学习语言和可再生能源的专业 三到四年之后呢再回到菲律宾 用可再生能源的知识呢来帮助自己的国家呢 去应对气候变化 然后呢去推进这个能源转型 向更清洁的能源呢去做这个转型 那这样子一些故事呢是努力去做的一个 充满了希望的一个故事 但是呢即便是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 都会面临特别大的挑战 那其中一个呢是家伟讲的这个资金方面的问题 因为呢学生的这种需求 其实呢包括说他们的这个路费 或者是办护照的这个费用等等的 都必须我们自己呢来做 像现在的话 从特别炎热的潮湿的一个热带党国菲律宾 然后呢突然之间要飞到了在戈壁丹的旁边 对吧或者是中间的一个酒泉又干又冷 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们呢还要需要给他们去众筹这个过冬的衣服等等的 这样子日常的一些挑战 但是呢这些挑战的都还是属于很好应对的 对吧 毕竟还有那么多的人的一起来帮忙 更难的一些挑战的日常的挑战的是在于说 其他的中国的学生的可能就不大会理解说 还有一些中国学生为什么你们不去支持他们 或者是说就会来讲说 那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些其他的人呢也同样的缺这个过冬的衣服 你们为什么不去帮助这些人 所以呢这样子一些面对的质疑 其实呢可能会更棘手一点 还有另外一种日常的挑战呢 就在说我回到山西以后呢 需要去给大家解释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要在山西的中府面前和山西的煤炭的行业面前的去跟大家讲说 煤炭呢它是没有未来的 那我们及早开始做准备 那就会更少的在无煤未来到的这一天去受到那么大的冲击 或者是措手不齐 这个话呢是大家不愿意听的 因为呢现在山西的煤炭的依赖度那么的高 比如说将近一半的这个GDP或者收入呢是来自于煤炭 然后呢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就业人员呢都是煤炭的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这个从业人员 那我呢相当于等于就在跟山西省的经济和山西省的这些煤炭从业人员呢说 要隔掉你们的命对吧 这一点呢真的很难让对方来接受 而且这个对方呢有相当一些呢 我自己的亲友就是有的亲戚和朋友呢 他本身就是从事煤炭行业的 或者他的当地的这个财税的收入呢就是来自于煤炭 所以呢大家就会很难理解 这些呢就是特别日常的一些挑战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部分的挑战就在于说 咱们一开始讨论到的这种政府和政府之间 行业和行业之间 以及呢NGO和NGO之间这些跨境的交流 会比较的少那我们如果说没有这种沟通的话 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对方在气候变化面前的其他人的焦虑 对吧你坐在大城市里头的这些人呢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一个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到的这些村民 渔民他们的这种焦虑 所以呢我觉得像这种跨境的交流和对话呢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呢也是最难去协调 也是最需要一些资助的方面了 所以呢我会觉得是这是一个悲观和乐观之间的一个差距 以及呢就是政策的制定者的和这个实际受到影响人群之间的一些差距 然后呢这个实际的煤炭从业者和即将要到来的这个可再生能源的一个 这个未来也就是无眉未来的最见的这样的一些差距呢 说大也大但是说小其实也是一些日常的挑战啊 嗯 嗯 王小军老师的分享会让我想到一些贾当科电影里面的场景 对 贾当科就是我们山西旅良人啊 他是我的老乡 对对对 就是我有看他的电影说我没去过山西 可是我有可以感受到那个氛围吧 然后也想请教一下两位就是在 嗯 因为现在中国碳排是全球之首嘛 那两位对于就是中国他表态支持减排却拒签三大气候协议 两位的看法是什么也想知道一下 那首先我不觉得说这个就是三大气候协议啊 因为呢对于COP28来讲的话 他首先是一个UNFCCC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这个框架条约的讨论 这个是为主的对吧 所以呢COP28的这个成果呢 才是最重要的是这个体系里头的一个成果 那中国呢肯定是在签在这个里头的 但是呢我对于这个首先三大气候协议是什么 我不觉得说这个是三大气候协议 但是呢即便我们就按照这个顺着这个逻辑往下讲的话 可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关于说全球这个2030年三倍可诞生农员目标的这个协议哈 那这个里头呢其实它如果不是一个联合国的框架内的这个协议的话 签或者不签它的意义就是象征意义呢 大于它的实际意义 嗯即便中国没有签 但是呢首先第一个从这个就是COP28之前的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个 就是阳光之乡的这个声明里头呢其实已经体现出来 那从实际的角度来讲的话 中国对于这个三倍可诞生农员呢已经是算是endorse 就是迁进去了对吧 那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可诞生农员的这部分呢 中国更多的习惯的是在于说 我去做我可以做到的能实现的 觉得毫无问题呢是可以实现的 而且呢是有一个衡量标准的 那我们就去签就去说 但是呢这个三倍可诞生农员呢 它的一个基准线的 其实在COP28的这些协议里头并没有那么的明确 所以呢它就有可能是容易实现 或者有可能呢是不容易实现 尤其呢对于中国现在来讲的话 也是可诞生农员的这个装机容量最大的一个地方 如果呢让它去绝对数量上头的这个三倍 就和这个基准线的划定是有特别大的一个关系的 所以呢这个是我对于这个三倍能源这边的一个 协议的一个看法啊 但是呢更重要的我希望去讲的就是 在这个目前来讲的话 全球三倍可在什么能源的事情上 可能更需要去做的是更多的 目前来讲这个电力普及 以及呢它本身的是没有特别大的能源体系 还不够成熟的这些国家 是需要尽快的去把它做出来 而且呢这些国家的它的目标呢 不仅仅是三倍 就需要有更大量的这个范围 才可能说全球共同来实现 这样子一个三倍的目标 在那个VOA的访谈里 我有看到赵家伟老师有说 美中的气候合作是全球减排的关键 所以谁想请赵家伟老师来分享一下 就是对于中国拒签这个三大协议的看法 对于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那我自己的观察反而是在讲 谈的事情是因为这些所谓的三大协议 其实有一个协议来讲的话 我也不是那么支持啊 就是所谓什么何能倍增的这个协议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不见得对全球减量来讲的话 是有帮助的 但是从我的观察来讲的话 就是其实中国本来在过往的 这个全球气候倡议来讲的时候 他就很少去签署这些 就有很多协议 其实是由像是欧盟领头去发起的 然后或者是全球加板协议来讲的话 其实是美国所发起的 所以其实中国本来在过往的 那个气候外交习惯来讲 就了解其实他也不太参与这种 所谓的非正式的这种协议方面的签署 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 我倒是没有那么意外 但是关键是说 他在这一次那个COP28里面的 这个最后的谈判的时候 他到底扮演到怎么样的角色 然后是不是有助的是有效的 要接受这个化石燃料 就是transition away 发送费用这个重要的承诺的通过 那当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 在最后 这边来讲的话 至少他是能够成功的放在 COP28的结论里面 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对我们讲说 对中国的整个减量的影响来讲的话 才会是更为重要的 当然的话现在更关键的事情 就是今年度其实像刚才那个小薰也有特别提到 中国的2030年前碳底峰的这些目标 那其实在近期来过去两个月来讲的话都有一些 分析文章都在指出来说 有可能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碳达峰的这件事情 可能都会是今年就会达成 但今年达成来讲的话 这他的很多因素里面 可能是来自于说 那有关于一些 重工业生产上面的一些影响 所以其实要面临到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那在中国他要达到碳达峰的同时 他要减量的同时里面 要怎么找出一个路径 其实是在可以兼顾 原本的人民的所谓脱贫方面的一个需求 然后再同样达到这样的一个减量的目标 这个部分当然是个挑战是很大的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 可能在重工业的发展的方向来讲的话 产能过剩的这个情形之下的话 还是一样生产当然的出口 这个对全球的排放量的一个消减来讲的话 都并不见得是一个好事 因为目前来讲的话 就是中国的钢铁的生产来讲 每一吨的钢铁的排放量 还是比国际上面 欧美或甚至是比台湾来讲的话 都还来的高 所以这种所谓的钢铁过量的生产的外销器 对全球的这个减碳的路径来讲的话 不见得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是我目前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检量来讲的话 我大概观察到的一些情形 好 刚刚赵家伟老师有提到核能 那我也想了解一下两位对于核能的态度 以及现在中国跟台湾两个地方 他们对于核能的态度是什么 OK 我对于核能的这个了解不是非常的多 但是呢 从我自己的这个观察来讲的话 在很多电力需求比较高的一些地方呢 恰恰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所以呢 它并不具备这种核能的 能够安全的去使用的一些条件 但是呢 中国现在呢 也有一些核电站呢 是已经放在这些 比如说像大亚湾 对吧 这样的一些地方 而且呢 也目前还在研制一些 其他的新的核电利用的这个技术 这个呢 其实也恰恰是我刚才在讲的 说如果在2030和2060年 或者是说碳达峰和碳中和之间的这个时间差距呢 太过于紧张的话呢 就有可能会给这种像碳补桌 风存 或者是核能 或者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 包括说LNG 就是液化天然气等等 还不那么成熟的 甚至呢 说有风险的这些技术呢 给它一个借口 或者是说一个生存 或者壮大的这样子一个空间 这个呢 是会让人比较担忧的 那如果说碳达峰的时间可以更早提前 而且呢 碳达峰的绝对值呢 不会那么的高的话 那这个到碳中和的步伐呢 可以走得更加从容一点的话 其实呢 这种从容呢 必须要来自于说更加成熟的 像可再生物能源 风电 光伏 以及呢 储能等等的这些技术 包括说滤青 它们呢 才是说更加的安全的 也是更加的有这种同时产出比 对吧 从经济的角度 从这种人员安全的角度来讲 才是更明智的一些选择 对 那这边的话 我可以先从两个角度来讲 一个是从全球的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在各个分析里面 全球如何达到2050G里面 分析里面来讲的话 核能大概在里面 它的发电量的占比 在2050年的时候 大概8%左右 比它现在的这个9.2%来讲的话 其实是占比来讲是来得更低 但是当然的话大家会讲说 因为用电需求量是有所增加 所以虽然它的占比变低 但是全球的核能的发电量 装置量也是需要 可能要增加个6-70% 才能有办法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但在这边来讲的话 就可以让大家理解说 其实关键的事情是 其他的90% 就是我们讲说再生能源来讲的话 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所以因此我们要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思考到说 那这样子对于核能方面的追求 会不会去排挤掉真正再生能源的发展 而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我们就要回到台湾 台湾其实就正好是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过往对于核能的这方面的 一个投入跟仰赖的时候 都让再生能源的发展 是不断的被延迟跟推迟 但是到2016年8年前的时候 当时已经有 当时决定是说 我们要以迈向非核家园的一个能源转积政策 投入之后 这时候才有那个政府上面相关的政策 跟投入之下 才让我们的再生能源可以在历经8年之后 我们的再生能源的占比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可以到超过10%以上 然后我们的风力加上光电的占比来讲的话 也其实超过于竞争对手之后 超过于韩国的一个水准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看到说 那如果你压保在核能的时候 他可能对整个能源转积上面 会有的一种排挤作用 特别是近期来讲的话 台湾又有很多来讨说 那其实我们是不是要冲回核能这条路啊 我们既有的核能可以继续延长去使用啊 但是核能在使用的时候 关键事情其实就是他的安全方面的确保 安全方面的确保来讲的话 在台湾来讲 我们其实遇到的挑战更多实际 是在一些断层的挑战 以及是在人口密集区的方面的挑战 南部的在恒春的核山厂 它的旁边就有断层 离他们反应如大概就只有一公里的距离 所以这里话来讲的话 它断层风险其实是高的 那我如果看北部的这些核能电厂 它在处一阶段 但是也有一些提案就说 要让它重启啊 或什么样的提案 但不要忘了说在这个核能电厂的周遭 其实是500到800万的人口 其实在这些核电厂的30公里里面的范围 所以这一块来讲的话 只要任何的一个核能方面 出了任何的问题 其实我们所要付出来的代价 都会比我们过往看到说 甚至日本的附到核灾 实际上的代价来得高很多 所以这时候是另外一个 我们台湾在思考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忽略的一个前提 就是你在核安核废这两个前提之下 如果你都没有办法确保核安 你也没有办法解决核废问题 那我们应该要思考的事情 就是如何在漫向近领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拿核能作用 我们的一个 对气候议题的一个解方 对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我想其实也大概的提一下 就是还是它的投入产出比 从经济的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核电它本身的时间的要求 然后对于资本的要求 都会相当相当的高 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要去算账的话 尤其像我们把那个安全也算进去 把那个气候变化的懂待 懂懂的全部都算进去 其实它不见得是一个好的选择了 非常谢谢两位的分享 那最后我也想请教一下两位 就是因为其实我跟那个小军老师 也有微微当过同事 虽然是在不同的时间点 加入过绿色和平这样的组织 然后我现在来到歪脑 就是其实我在做气候倡议的时候 也蛮常感受到很焦虑 然后很无能为力 然后觉得跟一般的民众 其实要了解这样的 比较气候的问题 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 所以想请教一下两位 在刚刚小军老师说的 日常的挑战的时候 是如何去说服自己 继续坚持的呢 想请教一下两位 怎么样去面对这么严峻的倡议 我先说哈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没得选择的选择 也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这个气候变化 它作为一个整个的人类的生存挑战的 这种情况底下呢 其实真的是没有选择 只能是全面去面对 那面对的话 这些态度呢 到底是说我跑得更快一点 然后呢可以跳得更高一点 还是说我就等着我们躺平 然后呢等这一天到来就可以了 那这些态度呢 其实我都可以看得到 都在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群中间的都可以感受到 所以呢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会永远讲 我是要和年轻人一起来做这样子一份工作 因为呢 其实从我做一个50多岁的人来说 我总相信说现在20多岁的人 甚至呢比20多岁的人更小的这一波 像刚出生的 也许呢我们只要给他一点点的 哪怕是5% 哪怕是1%的这个机会 他们在几十年以后呢 是会有更聪明的一些材质和更好的技术 以及呢更全球化的一个视角呢 比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拿出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让他们自己的这种民间的变得更安全一些 更开心一点吧 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 我自己比较幸运的一点 就是我呢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呢 是跟我在一起来工作 然后呢他们的这种希望和朝气 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全世界的人呢 都需要去感受到的 毕竟呢做气候变化 或者是任何的这种可持续的工作 都是为了说他们的民间在做嘛 不是说为了我们自己这一代人 对 当然我有两个方法 但是一个是不太建议的一个方法 就是因为自己毕竟是这些做研究者出生的时候 就会一直有一种就是说 我早就告诉你了 I told you so 就是就一直会觉得说 那你不去做这些事情啊 你后续就看到了这些问题 而这些事情都是你之前的研究已经都直算 就是会遇到的问题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这种所谓的 就是对于自己的判断力的一种 验证一种鉴别来讲的话 这算是一个成就感的来源 但是它其实没有办法化解 我们真的是共同会遇到的这个气候焦虑 所以我反而比较推荐的方式 或比较 我自己本身使用的方式来讲话 其实都会去看说 我们目前到底已经成就了哪些事情 就像是以我印象很深的事情 就是两三年前的时候 我就是搭着船 然后去外面看到这个离岸风力 离岸风机就真的是树立在海岸上面 然后你就会有一种感想就是 我们过去六七年来 我们大家努力的成果 的确就看到那个离岸风机就在那边转 就在那边转 然后就在那边发电 然后在那边 就是真的能够是作为一个实现 然后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你自己会认为说 那我们这个努力来讲 其实是有成果的 那当然话也会进到说 那在台湾这个我们 从明年1月1号开始 这个开始有碳费这样的一个制度 那虽然对我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我过去将近20年前 就开始在参与这些一碟讨论 好像走了20年总算走到这一步 但是还是会觉得说 那至少我们努力那么久 我们试可能会有点迟到 但是它不是不会到的 有很多过往的一些倡议成果的经验来讲话 都是可以验证说 其实我们努力 我们是有可能改变政策 只不过在面对这个气候危机之下的话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们必须要让 在用更短时间里面促成一些更大的 更巨幅的一个政策改变 所以我们就需要投入更多的一个 一个心力连接更多的一些资源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话 也是我另外一个所谓化解资深 气候交流 避免自己达到武力感一些做法 的确是我们有些过往的一些成功经验 可以让我觉得沮丧的时候 都可以在自我鼓励 都发现到说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 达到某个程度的一个成效 就像是说 我们台湾是亚洲第四个 把2050进行目标入法的一个国家 这个就是一个 我觉得自己可以自我鼓励的一个成就 所以这边就是我自己 在面对这个议题的时候的一些做法 对 我还想再稍微补充一点点 我觉得焦虑感 它其实是跟这个恐惧也是结合在一起的 那这两种情绪的源头 其实都是说未知 这个问号越大 那可能就会越焦虑 未来的这种变数越大 可能就会越恐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其实教育会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 让大家知道 其实这个未知数并不是那么大 也就是自己的可控性还是有的 那在这种基础上 可能大家就会把这种恐惧感的 至少慢慢的去化解掉一部分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在实际的动作里头 如果我们可以做出来更多的事情 那可能就不会有特别多的这种空间 留给这些焦虑或者是恐惧 比如说我们在前两周吧 就在山西省的大学里头 有很多的这个高校的学生 针对说我刚才讲的山西 要隔山西的这个煤炭的命 对吧 无眉未来 这样子一个话题去做辩论赛 那让学生把这样的一个特别可怕的命题 就摆在自己的面前 然后去做研究 去做这种公开的辩论 他就会觉得说 这个事情越变越明白 而且呢 也会觉得说自己是有责任 把这些自己的未来呢 能够掌握在这个手里头 把这种曾经有的焦虑呢 去变成一些行动 让这个焦虑的可能性的更小一点 所以对 我觉得第一个去知道了解更多 那焦虑呢 就会少一些 第二的话呢 去多做一些事情 就像我们的这个家伟刚才也讲到 去做出来一些 哪怕是小的从小的事情 对不对 也同样的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那就把这个焦虑的空间呢 给它压缩下去了 非常谢谢两位今天的分享 也希望我们的听众可以 透过今天的问答 还有两位自身的故事 去更了解 气候变迁这个议题 然后两位在学界啊 或者是在教育界 或者是在倡议方面 都为我们付出了非常多努力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非常感谢大家收听 由Y脑所制作的 你那边几点Podcast节目 我们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谢谢